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3集 商都大学图书馆里的书籍肯定是有用的 刘勇每天学的废寝忘食 但那些枯燥的文字资料如何能和彩图比呢 夏小兰是因为在后世见过无数的装修实力 她自己装修过房子 她的工作和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有无数的实力展示 她住过的酒店 甚至随便逛过的商场 随手买过咖啡的咖啡店 很少有不装修的地方 脑子里见过无数的装修 她甚至还见证了从90年代以后 国内装修风格的变迁 她不是学室内设计的诱沙关系 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一个房子大致该怎么装修 刘勇就不行了 农民出身 见证的装修实力少 现在图文信息传递的方式又落后 让她凭空去想象简直太难了 有了彩图的装修类杂志 简直是拯救刘勇与水深火热中 她拿到这些资料 比收到夏小兰送的公文包还高兴 夏小兰要拉着她去裁缝店订做西装 刘勇还嫌弃当个时间呢 李凤梅也搞不懂 嗨 你舅那样还穿啥西装啊 就算要穿西装 在店里随便拿两套不就行了 夏小兰说 店里的西装不行 舅舅要是把康伟家房子装得好 在京城就能接到订单 穿衣打扮上 就得让人相信她有实力 刘勇被拉去裁缝店里 自然不是那家夏小兰租借过运斗的店 商都的裁缝店多着呢 只要出得起钱 好料子也有 就是夏小兰时间上催得急 让裁缝店老板挺为难 对开店做生意的人来说 没有困难是大团结不能打倒的 如果有 一定是大团结给的不够多 夏小兰不利息公本费 裁缝店就同意三天 替刘勇赶制出两套西装 夏小兰又要求西装要合身 不要搭住手背的长袖子 也不要堆在脚踝处皱巴巴的裤脚 店间可以有一点 但不能太夸张 总之 衣服一定要和刘勇的身形 刚好合适 夏小兰给裁缝师傅的画室 西装的大小 里面只能天剑衬衣和毛绒背心 不能再宽松更多了 这么紧 现在没有人这样做西装呀 冬天穿西装 里面还要加毛衣 一件西装做得那么小 万一长胖点 或者天气冷 想多添件衣服在里面 岂不是扣子都扣不上 裁缝师傅深深皱着眉 他就烦和完全不懂行的顾客打交道 可这个不懂行的顾客 看起来十分不缺钱 选的是最贵的料子 给的是两倍的工钱 裁缝师傅照着夏小兰的说法 记尺寸 再三强调 衣服做出来不好看 可不肯退 尺寸如此抠磕缩缩 刘勇的个子也不高 这样做出来的西装 别人想穿都不合适 夏小兰要是不要货呀 裁缝店都找不到其他买家 我肯定不退货 让您费心了 得 出钱的人说了算 走出裁缝店 刘勇向来大方的人都很肉痛啊 他一直以为 自家店里卖的衣服就算贵了 没想到商都还有这么黑的裁缝店 一套西装两百多 夏小兰给他订了两套 花了五百多 这钱 刘勇咋可能让外甥女儿出 是他自己掏的 人靠衣装马靠安 刘勇对京城也发怵 他没去过京城 对首都有天然的敬畏心 怕自己是小地方人 在京城丢人 没反对做这么贵的西装 刘勇还有个顾虑 康伟和周成那么熟 家里人肯定相互认识 他要是在康家人面前丢人 和在周成家人面前丢人 有啥区别啊 可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 刘勇挺挺胸膛 我们啥时候订票 你真的要一起去 要我说 你在家里复习也行 还剩四个月就高考 康伟家咋装修啊 刘勇拿到了一些装修杂志 了不起就一样画葫芦呗呗 夏小兰摇头 我顺便去看看周成 刘勇心里 那个酸哟 周成有啥好看的 人又不会跑掉 年轻人处对象啊 就是稀罕 才分开多久呀 就要跑去见周成 刘勇脑子里观念 还是时下的主流 和军人处对象当军嫂的 一年见上一次的都不少 相隔两地的 哪能个个像夏小兰这样 跑去部队看望啊 也就是夏小兰不缺钱 来回的火车票多贵呀 这可是普通人家 一个月生活费咯 所以说嘛 高考前处啥对象 多分心哪 刘勇一面吐槽 一面还要记着当舅舅的身份 替夏小兰去订火车票 刘勇从商都这边 带两个工人过去 加上他自己就是三个人 木工可以在京城请 加上夏小兰和商都大学 美术系的学生供养 一共就要订五张 去京城的火车票 三天后 刘勇的两套西装做好了 夏小兰在店里 给他挑了两件衬衣搭配着 从试衣间里走出来 刘勇看着试衣镜里的自己 觉得一套西装两百多 钱没有白花 刘家人长得都不错 要不夏小兰 也不可能长得这样好看 不过刘勇小时候营养不够 他身高不足一米七 人也挺瘦 就显不出男子气概来 这套西装上衣偏短 裤子又长度合适 穿在刘勇身上 把他显高了 衣服合身 精气神充足 他除了皮肤黑 五官长得着实不错 丽丰梅呆了呆 这是我男人 儿子都上小学了 丽丰梅第一次发现 他男人长得挺俊 夏小兰把公文包 递给刘勇 他夹在夜下 试着走了两步 嗯 是挺像那些南方老板 夏小兰把舅舅包装一番 才出发去京城 公养提着个包 里面装着他的换洗衣服 和画画工具 他给老师同学都说 是去京城写生 同情似的都羡慕他 公养也没想到呀 就是帮人画几张海报 咋就把自己画到首都去了 公养 你看看这些杂志 上了火车 公养还没回过神来 夏小兰把杂志放在他面前 里面有不少设计师的作品 公养还以为 这趟去京城 只有他和夏小兰 和年轻貌美的夏小兰 同车十来个小时 公养肯定会手足无措 后来知道了 有夏小兰的舅舅 他才不紧张 刘勇向来穿得普通 还到商都大学图书馆借书 公养和刘勇 打过两次交道 上车后发现 印象中的衣着普通的刘勇 穿得十分正式 西装领带 还配个公文包 到底去京城 做多大的生意啊 更教公养看不懂的是 火车开动后 夏小兰从包里 摸出一本书看起来 他以为是看家庄杂志 定神一看 居然是一本高中化学 公养满脑子都是问号啊 哈 个体货 看高中化学干啥呀